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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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原是何昆松牧师国语部分 英文部分是由Don Wong牧师来主持 邀请教会所有参加服饰 以及愿意参与服饰的弟兄姊妹 一起来学习 其中被午餐招待 报名的网址在上面 请大家自己看 再来是受洗真理班 上课时间已经从2月19号到3月26日 每主日下午2点半到4点半 在教堂2楼209房间 其实也不一定是为这次准备受洗的目道者 假如说你是目道者 但还没有受洗的话 也可以来听听真理受洗班 再来是每周出在线上 首圣餐的受洗信徒 可在周间9点到5点 到教会领取圣饼跟圣杯 姐妹团契聚会 2月28日本周二早上10点钟 诗使用说明会 详细的讯息已经发到每一个事工部 有问题的可以联络杨清清姐妹 好 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尊明开始 今天的主日聚会 在我们聚会开始之前 让我们起立来宣读一段 圣经上面的话语 记载在诗篇111篇 我们一起来宣读神的话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正直人的议会中和大会里 我要全心称谢耶和华 他的作为满有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永远长存 他使能纪念他所行的奇事 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 他赐粮时给敬畏他的人 他永远纪念自己的约 他手所做的都是诚实和公正 他的讯词都是可信靠的 他向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 他命定自己的约有到永远 他的名甚甚可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是这样行的都是明智的 耶和华该受赞美 直到永远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啊 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用你的慈爱跟恩典 再次带领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是的 你的名是可畏的 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 主啊 求你将你的名设立在你的宝座东 主啊 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 都能够达到你的喜悦 你的平安与喜乐 能够赐福每一个寻找你的人 主啊 求你用你的宝血 洁净遮盖我们 你让我们知道 透过主耶稣你的宝血 我们再次可以回到你的面前 透过主耶稣你的宝血 主啊 你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 透过主耶稣你自己的宝血 你让我们知道 主啊 我们仍然是属于你的百姓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也求你用你的圣灵 你的恩高 来恩高你的仆人 使女 以及所有服侍你的弟兄姊妹 以及所有来到你面前 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的人 都被你得着 让所说的 所讲的都同感一灵 互得造就 主耶稣 所以我们将今天的主日 从头末了 都交在主圣灵的手中 求你来掌王权 按照主耶稣你自己的意愿 以及圣灵的高末 在每一个寻求你的人 都要被你得着 我们再次恭恭敬敬地将以下的时间 交到主的手中 求圣灵来运行我们当中 我们将感谢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的 阿们 我们先用诗歌来敬拜赞美祂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力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祂 我心要呈现耶和华 我心要呈现耶和华 天天就告他地名 要向耶和华歌唱新歌 要向他唱诗唱颂 俗说他奇妙走位 我要转扬他的座位 我要歌颂他的慈爱 我要 definition 我要一声 我才有一声 向耶和华唱新歌 要向我吉日歌唱mittel 要向我吉 Nonetheless 天和花 掩天 求歌祂的名 要向祂尝试诈 诉说祂寂妙作为 我要传扬祂的作为 我要歌颂 祂的慈爱 我要一生 想念和花 掌尸 要向我的神歌颂 我要传扬 祂的作为 我要歌颂 祂的慈爱 我要一生 想念和花 掌尸 要向我的神歌颂 我要传扬 我要传扬 祂的作为 我要歌颂 我的慈爱 祂的慈爱 我要一生 想念和花 掌尸 要向我的神歌颂 要迎着祂的 祂的 赞美祂 要迎着祂的 荣耀 赞美祂 要迎着祂的 慈爱 赞美祂 凡有七夕 都要来 赞美祂 让我们一起拍手 来敬拜 赞美 耶和华 赞美 耶和华 在祂的 声缩 赞美祂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祂的穷藏赞美祂 要赢着祂的大能赞美祂 要赢着祂的荣耀赞美祂 要赢着祂的慈爱赞美祂 放荣气息都要赞美祂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祂的穷藏赞美祂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祂的穷藏赞美祂 要赢着祂的大能赞美祂 要赢着祂的荣耀赞美祂 要赢着祂的慈爱赞美祂 放荣气息都要赞美祂 要赢着祂的大能赞美祂 要赢着祂的荣耀赞美祂 要赢着祂的慈爱赞美祂 凡有气息都要赞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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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我们要赞美祂 Amen 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 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赞美救助 赞美赞美祂 赞美赞美主耶稣我们的救助 全地歌唱将他妙爱传扬 欢呼欢呼天世上荣耀的欢呼 能力尊荣都归于主上民 如同父母人 如同父母人 耶稣保护他笑容 阿姨旁边 终日怀抱复养 赞美赞美 穿扬他无比的大爱 赞美赞美 欢唱直到万代 赞美赞美 祝耶稣我们的救助 为我中罪 受苦流血死亡 我们盼世 永远就恩尽的盼望 欢呼欢呼 耶稣被定军王 高声赞美 他担当我中忧伤 无比大爱 其妙身后坚强 赞美赞美 赞美赞美 传扬他无比的大爱 赞美赞美 欢唱直到万代 赞美赞美 佐人曾经 主耶稣我们的救助 胃 тер异 向面腾上歌出 耶稣救助 长全知高永逸远远 尊好为王 先知到祭祀长 基督快来 得胜世界里过渡 荣耀权柄 用归我主耶稣 赞美 赞美 穿扬他无比的胎 赞美 赞美 把长指都安带 你们 请坐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今天早上弟兄姐妹们 可以在圣所一起唱赞美的诗歌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你是配得我们众人赞美的 因为你曾经背起你的十字架 为我们世人的罪来使 你不该使 我是该使的 你没有罪 我是犯罪的人 但是主啊 你爱我们 为我们来受死 我们怎不能不赞美你呢 感谢主耶稣为罪人的罪来使 从死人当中复活 今天是活着的救主 叫我们仰望他 信靠他的人 可以得到赦罪之恩 可以得到永生之福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现在你的白心 安静心 要聆听主话 求主讲 你的仆人们 敬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感谢主 现在是我们分享主话的时刻 今天要看的经文比较长 《创世纪》第十章 还有第十一章 我两个礼拜前回到加拿大 这一次回去菲律宾呢 是要参加我们基督教芸汐堂 六十周年的堂庆 在这一次的堂庆里面呢 教会也案例了新的主任牧师 就是薛杨道牧师 他也是在美国受造就 拿到他的博士学位 后来呢 就回到菲律宾去牧会 他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当校幕 也在教会的事工当中 当我们的主任牧师 我们感谢主 同时呢 这一次回去也有机会 去看我父母亲休息的地方 爸爸是2021年离开世界 妈妈是2022年的2月 就是这个月 离开世界 我和弟弟就到那边去纪念 父母亲以前对我们的恩典 感谢主爸爸在他人生最后一个阶段 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 所以现在和妈妈两个都安息主怀 创世纪第十章是很长的一段经文 创世纪十一章也是很长的一段经文 如果每一节要把它念呢 可能念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祝福的祷告 就可以散会了 但是呢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来看这两章的经文 创世纪第十章讲到三件事 是什么呢 先看第一节和最后一节 第十章的第一节 如此说 以下是挪亚的儿子 山、韩、亚富的后代 洪水之后 他们都生了儿子 就写了很多儿子的名字 这是第一节 最后一节是三十二节 这些宗族都是挪亚的子孙 按照他们的足系住在列国中 洪水之后 地上的列国都是从这些宗族分出来的 洪水之后 挪亚和他的家庭 他们经过洪水的审判 但是不是审判他们 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 主保守他们经过那一次的灾难 他们离开这个大方舟的时候 一家八口 我们中文字船 有舟 有八 有口 一舟八口 就得到耶和华上帝的祝福和吩咐 在《创世纪》第十章里面讲到三件事 第一 就是亚福的后代 圣经说 亚福的后代包括 《哥密》 《马刻》 《马代》 《亚元》 和其他还有很多名字 第三代 《亚福》是第一代 第二代 《亚时基拿》 《利法》 托加玛和其他还有很多的名字 两代人 就是亚福下面的两代人 再来是讲到韩的后代 讲到韩的后代的时候 讲到三代人 有古时埃及福加南 有再下去一代 西巴阿非拉 萨佛塔 拉玛还有其他很多的名字 还有斯巴还有低旦三代 再下去是讲到陕的后代 陕的后代就讲到五代人 第一代以兰亚发沙 还有其他很多的名字 第二代是乌斯 沙拉 还有其他很多的名字 还有西波 应该还有其他人 但是圣经没有记载 这些人的名字 再下去 发了约丹 以后阿摩达 还有其他的 有一些名字的原色是红色的 什么意思呢 当然圣经里面没有把这些 红色的名字分别出来 这个红色是我自己放上去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人 是亚伯拉罕的祖宗 以后我们会讲亚伯拉罕的信集 我们的时代传道会帮我们了解 亚伯拉罕在旧事的计划里面 扳演的角色 那么第十一章就讲到两件事 十一章讲到巴别塔 以后又讲到陕的后代 这个陕的后代 他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说 陕一百岁的时候生了阿发沙 陕生阿发沙以后又活了五百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这是这一段经文的开始 他的结书说什么呢 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 后来改名成亚伯拉罕 和亚伯拉罕的妻子沙莱 一同出了迦勒迪的乌尔 要到迦南地区 他们到了哈兰 就住在哪里 塔拉死在哈兰了 所以在创世纪十一章这个家谱里面 讲到有陕和他的后代 一代一代阿发沙 沙拉 西波 法勒 拉乌 西比 拿河 塔拉 还有亚伯兰 这些人 讲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看见 陕本身活到六百岁 但是再下去的几代 活到四百多岁 再下去的几代 活到二百多岁 到亚伯拉罕的时代 他活到一百七十五岁 到摩西的时代 他活到一百二十岁 到今天呢 我们还有一些人 活到一百岁 但是大多数的人呢 是没有超过一百岁 咒诅的大自然是这样 寿命不会越来越长 犯罪的世界是这样 人的生活 不会越来越喜乐 可能有一些的方便 但是不是非常的舒服 因为人没有上帝 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 看这个家谱的时候 山他来了 他生孩子 他死了 阿发沙来了 他生了孩子 他死了 沙拉来了 他生了孩子 他死了 到第九个 他拉 他生了亚伯拉罕 不久他也死了 剩下什么人 亚伯兰 什么意思呢 亚伯兰的父亲 还活着的时候 上帝没有直接向亚伯兰 上帝没有直接向亚伯兰讲话 但是也有属地的福 叫你在这块地的年日长久 长寿 孝顺 上帝等到亚伯兰做一家之主 就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他 就不会有和父亲冲突的可能 因为你是一家之主 上帝要一个新的开始 你我的上帝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属灵的恩典 也是一个属灵的真理 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耶和华上帝是赐给你我 全新的开始的上帝 这是什么东西 我星期一发现 我的云行里面有一千块 我星期二到云行去 再存了一百块 星期三我回到云行的时候 我已经有一千一百块 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解释 这是什么 我星期一到云行去 看看他说你的信用卡 你欠五百块 所以星期二我又回到那边去 我就还了五十块 到星期三回去的时候 他说你还欠我们四百五十块 不需要解释 我和我的弟弟下棋 第一天我和他下棋 星期一 我有十二枚棋子 给他吃掉十二个 我输了 星期二我又说 弟弟再来一次 昨天输给你 今天看看 你还有这种本能吗 他把我十二个都吃掉了 我输了 星期三我说 弟弟再来一场 弟弟昨天没睡觉 精神不好 所以吃我十粒 我吃他十二枚 我赢了 什么意思 弟弟我们打乒乓球吧 他有三分 他再打一分 加上去四分 弟弟赢了 这四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银行 信用卡 跳棋 乒乓 什么意思 银行我星期一来 一千块 到星期三来 一千一百块 但是我星期二只存一百 我存进去是一百块 加上去 信用卡我圈五百块 付了五十块 还有四百五十块 我和我的弟弟下棋的时候 我第一天来有十二枚 第二天来呢 他昨天不是十二枚都吃光了吗 应该开始我是零分呢 没有 我又十二枚 星期三再来呢 又是十二枚开始 我和弟弟打乒乓球 星期一开始 零比零 我输了 第二天又来 又从零比零开始 是不是 这叫新的开始 银行不给你新的开始 信用卡不给你新的开始 我们下棋可以有新的开始 所以每一次下棋都有盼望 我可能今天会赢 每一次打乒乓球 今天有盼望 虽然昨天输了 前天也输了 可能今天会赢 为什么 零比零开始 上帝就是这样 不是像银行 不是像信用卡 不给你新的开始 旧的帐 每一条都要算 你欠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不会擦掉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 告诉你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都已经过去了 他是赐给你 全新开始的上帝 所以每一天在基督里都是新的 我们要学习一个属灵的操练 把旧的黑暗 旧的失败 旧的原泪 旧的痛心 交给他 说主啊 可不可以把它收起来 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是这么奇妙 我们在人生的过程 常常会犯一些错误 有时候不是故意的 有时候是故意的 但是不管故意不故意 错误就是错误 就是要受苦 上帝会给你 全新的开始 但是你要愿意 把这些东西交托给他 他把它擦掉 就是一过 全是新的 在你人生里面 是不是曾经有这种想法说 如果再重新来 我不会这样做 我不会这样决定的 我那个答案 不会写这一个答案的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们都会有 下棋也是 下了这一步完蛋了 商量一下 可不可以这个再收回 如果他给我收回 我就比较有希望 如果不给我收回 这一盘棋就输了 我们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 高速公路 找错出口了 浪费了十分钟 十五分钟 如果我注意 如果我精神一点 刚才开车 不是这个出口 是下一个出口才对 没有办法 已经过了 考试也是这样 你第一次考试九十多分 第二次九十多分 第三次五十分 我希望这个五十分 可以再考一次 老师我那天病了 我肚子痛 头晕 所以真的不行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 再考一次 如果老师说 好啊 你不是很喜乐吗 对 所以你应该很喜乐 你有这种的上帝 有这种的主 主赐全心的开始 彼得是耶稣的门徒 他还没有做门徒的时候 有一次耶稣在海边讲道 讲道的时候很多人 耶稣就借用这个渔夫彼得的船 做他的讲坛 耶稣就坐在船上 人在岸上听他讲 讲道完的时候 耶稣就告诉彼得说 你这部船可不可以推出去 水的深处 我们来补鱼吧 彼得说 不好意思 我们是打鱼人 我们整个晚上在这个海 同样这个海 打鱼 都没抓到什么 但是既然你讲了 很不好意思 这么多人听你讲道 你应该是很有地位 很有名望的一个人 我说不就给你没面子 所以因为你既然讲了 好了 我就试试吧 但是我是没有信心 没有希望的 退出去的时候 他们抓到的一部船 都放不下 彼得讲了一句话 主啊 请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圣洁的主耶稣 我听你讲道 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教师 你是圣洁的 请离开我 我是罪人 耶稣说什么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 如鱼 以后你不是抓鱼 不是捕鱼了 你是得人 人比鱼宝贵 你捕鱼 不是要卖吗 不是要给人吃吗 不是为了要服务人类吗 我告诉你 不要这些鱼 要那些人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 如你得雨这样 你看今天 你得了这么多 不能容纳 是的 你就跟我吧 彼得就跟随耶稣 后来耶稣为了你我的罪 他上十字架 他死在那边 但是耶稣是生命之主 死亡 没有能力 没有权柄 没有资格 限制他的生命 所以他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向他的门徒显现 但是显现以后又不见 见又不见 见又不见 彼得告诉他的同伴说 我打鱼去吧 他的同伴说 我们也和你一起去吧 以前的耶稣和今天的耶稣不一样 以前的耶稣一来说 跟随我 我们就跟他 早上睡醒 耶稣在那边 早上要睡觉 耶稣还在那边 耶稣讲到我在那边 耶稣醒神进 我们两个 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 现在这个耶稣 有时候见 有时候不见 有时候又出现 有时候又不出现 我很难 我怎么跟随一个 有时候出席 有时候缺席 的老师呢 的师父呢 我打鱼去吧 打鱼 打鱼 什么都没有 零分回来 岸上有人说 诶 暂时不要回来 你们打到鱼吗 他们说没有 他说把王放在船的另外一边 王放在另外一边 这边的海 难道不是那边的海吗 他们就放下去 太多了鱼 船上的人说 是主啊 是主耶稣 耶稣说来 你们想鱼嘛 所以一起吃早餐 吃鱼吃面包一起吃 吃完的时候 耶稣问彼得 你爱我 比这些 更多吗 这些鱼很多啊 以前你不是 已经决心 不得鱼 要得人了吗 今天为什么你又回去 那个你放下的那一套 得鱼不是得人 彼得 你爱我 多过这些吗 彼得说 主啊我爱你 耶稣再问一次 他说是 耶稣再问一次 彼得说 主啊你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是的 会养我的小羊 牧养我的羊 牧养我的小羊 最后他说什么 你来跟随我 耶稣的心意没有改变 你来跟随我 主啊我是罪人 不要怕 跟随我 我们一起得人 不是得鱼 彼得又去打鱼 耶稣再一次说 你来跟随我 失败的彼得 经历过这一句话 主赐全新的开始 你也要让你自己 经历这一句话 把你的过去 你不喜欢的过去 破你新的过去 交托给主 你说主啊 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我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主会给你 因为他是赐全新开始的上帝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是新造的人 这讲到救恩 主创全新的开始 讲到我们一生 每一次 每一次 有东西 伤害你 每一次 错解 灰心 失败 黑暗 犯罪 跌倒 主啊 你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这叫赐罪的恩典 赐免 不算 所以说耶和华的愤怒 不是长久 不是永远 因为有赐罪之恩 求主帮助你我 经历全新的开始 经历全新开始的主 主赐 全新的开始 创世纪十一章的第一部分 是讲到八别塔 八别塔是这样说 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 大家说同样的话语 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 在施那地发现一块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说 来 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把砖当作石头 又把石漆当作灰女 他们又说 来 我们建一座城 造一座塔 塔顶要通天 我们要为自己立名 免得分散在全地上 全世界 有一种语言 单语 他们都聚集在一个地方 建一座城 一座塔 大家都在一处 单于一处 耶和华下来要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啊 他们同是一个民族 有一样的语言 他们一开始就做这种事 以后 他们所要做的一切 就没有可能难阻他们的了 来 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语言 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 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 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 因此那城的名字叫巴别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混乱了全地 所有的人的语言 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我们常常叫巴别塔 圣经其实是说巴别城 是一个城市 当然这个塔在那个城市里面 所以如果你说巴别塔 大家也明白你在说什么 但是在原文圣经里面呢 是讲到这个城 才叫巴别 两个东西 言语分散 这两个是什么 言语分散 脚所站的地方 其实这个在《创世纪》第十章 已经给我们有印象了 《创世纪》第十章 我们刚才已经看了 它讲到三个人的后代 讲到第一个人 雅福开始是说 雅福的儿子就是戈灭 还有很多 以后最后说 这些人的后裔分散 居住在烟海的土地和海语上 个人随着自己的方言 宗族 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地方 语言 讲到第二个呢 含的儿子是古时 还有很多 这些人都是含的子孙 随着自己的宗族 方言 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还是这两个因素 方言 土地 讲到第三个呢 是散的儿子 儿子就是这个宜兰 还有其他的 这都是散的子孙 随着自己的宗族 方言 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洪水之后是这样 大家语言都不一样 因此住的地方 也不一样 从单于到多于 从一处到多处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 改变他们的倾向和计划呢 因为上帝创造天地万路的时候 他也创造人类 上帝创造人类之后 他告诉他们 他们该做的事 在这边呢 他们有一种的语言 亚当下花也是 上帝把他们分裂了 不疲此明白 可能冲突了 可能打起来了 分散了 从一处到多处 为什么呢 不要聚集在一起 要分散 因为上帝本来的心意 就已经告诉了亚当和下花 说上帝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要 繁衍增多 充满这地 上帝创造的这块地 不是这么小 上帝要你们统治的地 不是这一小块 所以你们要生养众多 你们要很多很多人 才可以管理这么大的一块地 你要管理这一块地 你们要分散 分散 分散 不要聚集在一起 但是亚当和下花呢 被魔鬼引游了 所以他们就吃了 不该吃的东西 所以那天开始 死亡的过程 就启发了 慢慢会死了 到有一天 完全就没有生命了 到第二代人呢 是 该云和 第二代人 亚伯 什么人杀什么人 亚伯该云 什么人杀什么人 该云 打死了自己的兄弟亚伯 哎呀 这和第一代 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代亚当下花 也是进入死亡 亚当下花是自杀 自己的手 拿果子 自己的手 把果子塞进嘴巴 自己的牙齿来咬 他们是自杀而死 第二代是什么呢 亚伯不想死 他想活 该云不给他活 就把他杀死 不是自杀 杀人 到创世纪第六章 浓雅的时代 圣经说 大地充满强暴 杀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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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全地都是血 所以耶稿 所以耶稿 上帝用洪水 灭了那一代 留下八个人 罗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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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现在像是对夫妇来说 你们要充满大地 你们不可以集中在一起 但是这些人说 来 我们建一座城 建一座塔 塔顶要通天 我们要为自己立明 免得分散在大地上 在全地上 明是什么意思 明子 聚会结束 你在外面找到一本圣经 这圣经从哪里来 应该拿到什么地方去 你就翻开第一页 写时代传道 什么意思 他的 你找到了这本护照在飞机场 翻起来说 有一个人的名字是谁的 名字就是你 名字就是你属谁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 什么人的额上有秀的记号 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他身上 到新城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属上帝的人住在这个有火 有生命核 生命树的这个城市里面 他们的额上有 羔羊的名字 解禁要这样解禁 圣经讲到 额上有名字 我们常常说在哪里 看你的头 看我的头 在新城里面 这些人都有羔羊的名字 在额子上 他们是属羔羊的 所以这本护照有一个名字 这本护照是那个人的 这本圣经有时代传道的名字 这本圣经是他的 属他的 讲到主人 这边什么人是主人 看红色的字 不是上帝 这叫团结 这叫合作 团结反抗 合作 对抗上帝 上帝说不可以这样 只有一个名字 不是你们的名字 他们不分散 免得分散 在大地上 团结是好 但是当团结变成 抵挡上帝的旨意 违反上帝的诫命 这种的合作 是双倍的危险 双倍的可怕 所以上帝叫他们分散 第一 分裂他们的语言 语言是为了什么 上帝给我们 有语言的本能 叫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明白他的真理 你怎么明白 上帝的圣结 圣结看得到吗 圣结收在冰箱里面吗 圣结收在你的口袋里面吗 收在你的书包里面 圣结看不到的 所以一只狗不知道 什么是圣结 一只狗不知道 什么是公义 一只狗不知道 什么是人权 更不知道有狗权 你不能思想这种东西 除了你有语言的本能 上帝给我们 有语言的本能 就是叫我们可以 明白他的真理 接受他的生理 服从他的真理 让他的真理来 祝福我们 叫我们可以明白 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思想 上帝的心 那个意思 语言也叫你我可以沟通 小狗出去外面 嘴巴上有一块骨头 碰到一只大狗 大狗把他的骨头抢了 小狗没有办法 他比我大 就回去 狗的妈妈在那边 他怎么报告 说我刚才有一只骨头 碰到一只狗比我大 把我抢了 妈妈你可不可以去骂他 对付他 孩子可以这样做 爸爸我今天去学校 我的铅笔被一个 比我大的孩子抢了 爸爸不在场 他听了 他明白发生什么事 狗没有办法重复 狗没有办法报告 昨天发生什么事 给狗妈妈听 没有语言 狗一有语言 我们就麻烦了 真有狗权了 上帝给人语言 但是这边怎么样 本来大家都可以沟通 一种语言 就不需要翻语言 一种语言 印什么东西 都不需要双语的 一种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们 抵挡 因为他们用语言来讲 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地方 耶和娃要我们分战 我们就不分战 我们来造我们的城 我们来造我们的塔 到天上 就意思说 你不管走了多远 因为草都吃完了 你带你的羊太远了 你转头看 那个最高的 就是那个地方 你就回去那个塔 塔叫你可以回归 那是什么 中心 什么中心 人为中心 所以上帝把他们 对于语言分裂 是惩罚他们 上帝逼他们分散 不是惩罚他们 乃是叫他们 回到本来 上帝的计划 是使用 你们要统治大地 要生养众多 很多孩子 一起统治 这块大地 你们现在生孩子 但是不分散 所以上帝惩罚 又叫他们 又回到本来的使命 上帝叫人 走回正路 求主帮助你我 有时候我们走路 会走错路 我们小的时候 会走错路 中年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 老年了 很有经验了 有时候连路都忘掉了 还需要 还需要一个人 帮我们带回正路 耶和华上帝 是这种上帝 当我们走歪了 走迷了 他会慢慢把我们 带到他的正路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亲近这位上帝 因为他是赐全新开始 上帝 他也是叫人 回归正路 的上帝 好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要一起唱 我们的回应诗 好吗 我们先一起祷告 感谢主 主叫我们 可以走回正路 我们愿意 主要吃我们 全新的开始 我们愿意 我们当中 有什么人说 那就是我 主啊 给我新的开始 主啊 给我走回正路 你在你心里面说 主啊 就是我 就这么简单 主听到 你说 主啊 就是我 主啊 有人讲 在心里面 我听不到 我们听不到 你听到 求主你 按照你的应许 来完成你的美意 在讲这句话 的人的身上 现在主 我们要诗歌 赞美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那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 信靠耶稣 真是甜美 心靠耶稣 真是甜美 只要身心 主恩言 只要 站在 主应许上 心靠 主 不 不 变 耶稣 耶稣 何等 可靠 我的经历 正是 耶稣 耶稣 宝贵 耶稣 自我 当心靠 你 心靠 耶稣 何等 甜美 只要 心靠 主 宝 雪 只要 凭着 单纯 心 心靠 喜 醉 无 弱 如 雪 耶稣 耶稣 何等 可靠 我的 经历 律 正是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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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 耶稣 自我 恩 心靠 你 心靠 耶稣 真是 甜美 罪 罪 无 自我 全 力 弃 宗主 灵 首 一切 恩 回 生命 喜 乐 相 安 喜 耶稣 耶稣 何等 何等 可靠 我的 经历 与 证实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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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 耶稣 自我 安 更新 讨厌 清朝 耶稣 耶稣 何等 快乐 他 是我 救助 良 友 甚至 他 必 与我 同行 从今 时 直到 永 永远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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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 可靠 我的 经历 旅 诚 耶稣 元素 保卫 耶稣 赐 我 可 甘 心 靠 你 好 大家可以一起坐一下 我们来欢迎一些新朋友 我们今天有蛮多一些新朋友 当我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请你站起来 让我们来欢迎你 首先是万良慧姐妹跟她的孩子 请站起来 谢谢 OK 都是来自中国的 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希望以后能够常见到你 再来是 易翠罗 还是罗易翠姐妹 不好意思 你好 欢迎你 也是中国来的 再来是 Annie Wang 女士 是冯瑞卡介绍过来的 谢谢 欢迎您 然后还有一位是 王燕 欢迎你 谢谢 也是冯瑞卡邀请来的 最后一位是一位 应该是姊妹 Hillary Lee 好 感谢主 不管你是信主的 还是刚来听福音的 都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 在同教堂 动作你属灵的家 我们会后在104 有一些简短的交通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 好 我们现在还没有第一次来的 没有的话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的主啊 你是赐全心上帝的神 主啊感谢你在这末世的时候 拣选我们 让我们听到如此的好福音 主耶稣 是的信靠耶稣 真是甜美 让我们经历到你又真又实的应许 让我们每天生活之中 能够经历到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谢谢你 我们也为我们的金钱奉献摆上 做你事工使用 主啊也将我们的全能全心 都交到主的手中 求你在这末世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每天经历到 你是那又真又活以马内力的神 主啊我们即将散会 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 我们将感谢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们在天上的父 若能够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三一圣五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 地上圣灵当赞主啊 天上万君送赞主彼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到来我们做祝福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 主我们何等感恩 你的话语 常常给我们生命的盼望 主啊 我们渴望有新的开始 但主你正是那一位 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新开始的上帝 主啊 每当我们软弱跌倒 主你呼唤我们 重新走正路 走异路 走神你所让我们行走的道路 主啊 你听到我们个人心中的呼唤 更用你宝贵的话语 坚定我们的心 使我们常常依靠你 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 主你引导我们走正路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可以磨蹈散会 我们可以去除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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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